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做增长黑客 书中有这样一句话 企业不增长就是在衰亡 可是如何实现低成本高爆发的增长 如何让你的用户真正的爱上你的产品呢 我们可以从这本书当中得到启发 许多互联网企业 比如Facebook Uber Airbnb等等的 都是应用增长黑客方法实现了快速增长 而这本书也得到了畅销书《精益创业》的作者埃里克莱斯 以及硅谷风险投资人畅销书作者吴军等大咖的推荐 本书作者肖恩·埃里斯被誉为增长黑客之父 是著名的增长黑客社区的创始人 硅谷知名公司Color Road的创始人 这是一家专门帮助互联网企业优化客户转化率的公司 它曾经只付出少量成本 就让Dropbox的用户基数和使用频率 在一年时间内提高500% 它还是Lookout等多家硅谷创业公司的增长负责人 带领他们在短短几年内 成长为估值超过10亿美金的互联网独角兽 而另一位作家摩根·布朗 是一名资深营销专家 目前是Facebook的产品经理 重点来了 什么是增长黑客的方法论呢 说直白一点 就是依靠科学的数据分析 了解用户的行为和喜好 在快节奏的测试当中 获取并留存用户 实现爆发式增长 我们举个例子 Dropbox是一家做云存储的公司 创业初期预算不多 却与谷歌微软等巨头的同类产品竞争 当时肖恩·爱丽丝被聘请担任 产品的增长负责人 她分析用户数据时发现 三分之一的Dropbox用户 都是老用户推荐注册的 这个发现让她意识到 Dropbox已经拥有了很强大的受众群体 他们的用户愿意给周围的朋友 推荐该产品 肖恩决定利用这一点 激励早期用户多做分享 当时很多竞品都给老用户返现 激励他们推荐新用户 这个办法虽然好 但是Dropbox确实没有能力烧钱 他们找到了另一个激励方法 那就是提供更大的存储空间 老用户推荐一个新用户 就会获得250兆的存储空间 而接受邀请的朋友 也会额外获得250兆空间 在当时 这就是相当于免费送了一个移动硬盘 而Dropbox 只需要多租用一些服务器 成本这比返现低了很多 该计划启动之后 效果可谓是立竿见影 通过社交网络和邮件的邀请注册 增加了60% 当然 这只是开始 试验成功之后 肖恩并没有停下来 他带领团队不断完善细节 每周都会推出一系列新的实验 不断调整和改变 短短14个月 用户数从10万增长到了400多万 这个成功的案例就是肖恩利用了自己的增长黑客方法论实现的 把这套方法拆开来看 分为五步 第一步 是要先组建一个增长黑客团队 这个团队最大的特点是有自我革新和进化意识 第二步 是要确保你的产品是一个好产品 这是增长黑客的根本 没有好产品增长得越快 后果越糟糕 第三步是明确了增长目标 让团队的实验更聚焦 第四步是通过快节奏的增长实验 不断试错 验证事实 第五步是利用有效数据分析用户偏好 以低成本获得 留存 激活用户并变现 我对这本书的解读将按照理论和实践两个部分展开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 我们关注增长体系中的四个关键要素 分别是搭建团队 产品的啊哈时刻 增长杠杆 以及快节奏试验 也就是刚刚拆分的前四个步骤 这是应用增长黑客的理论基础和前提 而第二部分 我们通过已有条件 从获克 留存 激活到变现 四个过程 分别讲述实战当中的一些经验技巧 实现低成本 撬动高爆发的增长 好 接下来我们逐一展开来说 先来看第一部分内容 首先说到的是建立增长团队 萧恩提出 无论你公司的大小 一定要有一个专门的增长小组 设立一个增长负责人 这个人需要熟悉产品 找到产品的增长点是什么 而且 有一点很重要 他要具备直接向高层汇报的权利 因为增长小组的工作往往要调用协调公司的各种资源 所以高层的支持就非常重要 Facebook的增长团队就是直接向扎克伯格汇报 除了负责人之外呢 团队还应该有产品经理 营销专员 数据分析师 软件工程师等等 当然了 现在的人才这么宝财 很多初创公司的人手有限 这就需要有能力的人同时兼职做更多事情了 人数可以缩减 但是团队中的类似数据分析师 软件工程师 营销人员等角色是不能少的 建立好增长团队后 我们就需要关注第二个要素 确保你的产品是一个好的产品 这是应用增长黑客方法的前提条件 可是好如何定义呢 这时可以使用不可或缺性调查 你的调研问卷只需要问用户一个问题 如果某个APP突然无法使用了 你会有多失望 选项中有四个 A非常失望 B有一点失望 C不失望 D已经不用该产品 调查结果的解读也非常简单 只要有超过40%的人选了A 非常失望 就说明这款产品 拥有了足够的不可或缺性 已经具备了开始增长的基础条件了 一个好产品 还需要让用户找到产品的 啊哈时刻 啊哈代表的是惊奇 啊哈时刻呢 指的是让用户眼前一亮的一瞬间 是用户真正发现产品的核心价值 知道为何需要这个产品的时刻 作者举了Yelp的例子 Yelp是国外一款类似于大众点评的软件 一开始呢 他们专注做的是商户信息搜索功能 产品的市场反馈不温不火 但是呢 有一次开发者把评论和置顶案件 放在了居中显眼的位置 点击量突然大幅增长 用户惊奇的发现 啊哈 软件还有这种功能 那就能够很轻松的找到那些优质的评论 Yelp的阿哈时刻 就是那些真实的靠谱的点评 同理 当时Uber的阿哈时刻 就是你按下一个按钮 就真的能有一辆车来把你送回家 这个体验在当时刚出来的时候 简直太神奇了 你的产品能够让用户找到阿哈时刻 也就具备了使用增长黑客方法的前提条件 下一步就是要明确增长战略 发现北极星指标 首先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北极星指标 北极星指标就像是夜晚的北极星一样 可以指引增长团队的战略方向 减少运营当中的资源浪费 比如当时Facebook从用户开始下载 到最后离开产品 产生了大量的数据 团队不知道该集中于哪个数据 从而浪费大量成本 还是扎克伯格提出 将用户活跃度作为北极星指标 指引Facebook的增长团队进行试验 用户活跃度包括用户的分享术 以及用户花在动态消息上的时间 新分享的内容会增加动态消息的数量 也就会使用户花更多时间浏览 进而也会增加Facebook对于广告主的吸引力 能够得到更多的广告费 不同的产品 北极星指标是不同的 比如对于点评网站Yelp来说 北极星指标就是 有多少商家收到评价 以及每个商家收到的评论数 因为评价越多 用户越容易客观了解商家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北极星指标不是一成不变的 比如最初Airbnb在纽约的市场中 他们的目标是通过提高房东数量 来推广自己的产品 但是进行了一段时间 他们查看数据发现 虽然房屋数量满足预期 但是预定量仍然是处于低迷的状态 这让创始团队十分困惑 毕竟这是纽约 非常热门的旅行城市 经过分析发现 原因可能是他们的房间照片 实在是太丑了 用户看到图片 就已经失去了预定的冲动 而后 Airbnb马上改变了策略 将增长实验专注在提高照片质量 一开始 他们租用了一台单反相机 挨家挨户去拍摄 后来干脆找了2000名专业摄影师加入 专门为他们的房源拍摄照片 Airbnb调整北极星指标之后 让产品大获成功 在全球范围内的订单量增加了2.5倍 好了 增长团队 好产品和北极星指标都已经具备了 增长黑客还需要什么呢 就是快节奏实验 我们拿到的数据 设定的北极星指标 其实本质上都是为了把增长实验投入到实践当中 真刀真枪的在市场上接受用户的检验 所以快节奏的实验 关键就是快呀 一般成熟的增长团队 每周都会进行20到30次增长实验 而初创团队呢 也要保持每周一至两个增长测试 肖恩告诉我们一个观点 寻找增长方法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 增长黑客的巨大成功往往是来自于一连串小成功的累加 那就好像是做科学实验一样 可能大多数的测试是无效的 只有经过无数次的验证 无数次的更改和提高 最后才能成功 以此快节奏的增长实验包括四个方面 分别是分析数据 提交点子库 排定优先级 以及设定对照组 先说第一步 分析环节 增长负责人和数据分析师 要深度分析用户数据 发现有明显特征的用户群体 比如经常消费的用户群 和下载之后就不使用的群体 分析它们之间有哪些明显的差异 找到这种差异 才能够让更多年度不高的用户 转化为产品的粉丝 第二步 提交点子库 要鼓励增长团队 不断提出更多充满想象力的点子 不要觉得有些点子不拙边际 或者是太疯狂 任何想法都可能获得成功 把大家提出的想法 形成一个存储库 便于查找和随时启用 再来看第三步 排定优先级 这一步需要团队 对点子库里的若干想法 进行打分排序 选择一个想法 优先应用 衡量优先级有三个重要的指标 分别是 影响力 信心 和简易性 影响力是指 这个想法实施之后 产品能够有多少增长幅度 信心是实现这个增长的把握 简易性 就是这项实验 所需要投入的时间和资源 越少越好 三个指标 可以让团队认清一些 不太现实的想法 发现一些唾手可得的机会 最后一步是测试 肖恩强调了 AB测试的重要性 一定要给增长实验 设置对照组 对照组可以帮助团队 看到数据变化 是否来源于实验 比如调整一个按钮的位置 如果和不调整的 对照组相比 数据增长了 那么就说明 调整是对的 许多产品都在运用 快节奏的增长实验 比如微信 17年刚上线小程序的时候 很多人甚至不知道 它的入口在哪 到18年初 微信将首页 作为小程序的入口 为了提高日活 以及培养用户 使用小程序的习惯 微信同时做了许多实验 比如发布了一款 游戏类的小程序 叫做跳一跳 这款游戏小程序 日活超过一亿 让许多用户熟悉了 小程序的首页入口 其实微信细节上的测试 还有很多 比如将公众号文章底部 点赞按钮 从左边放到了右边 从爱心变成大拇指 微信赞赏的按钮 原来是赞赏 后来改为喜欢作者 还有一部分用户 反映会出现 稀罕作者 这也说明 微信在做 针对不同用户的 AB测试 其实 增长黑客的重点要素 就是行动 快节奏的行动 就是一个产品 不断保持生命力的核心 最后 作者告诉我们 增长实验的四个环节 将形成一个闭环 无论测试的是 产品的哪个方面 这一循环中的每个步骤 都应保持固定的节奏 一般 一两周完成一次循环为佳 好 第一部分的内容 就讲到这里 我们解释了 增长黑客方法的 四个影响因素 接下来进入第二部分 讲一讲 一款产品要经历的四个关键过程 分别是 货客 激活 留存 变现 首先来说货客 获得的货 客人的客 获得就是让用户下载和使用产品 这是增长黑客方法的第一个目标 作者强调 货客阶段的关键在于拥有打动人心的广告语 一起来看一个案例 2001年iPod问世的时候 苹果公司并没有在广告当中宣传iPod的性能 乔布斯决定不使用任何关于MP3播放器功能的表述 他只用了一个简单的句子 将一千首歌放在你的口袋里 就是这句话打动了人心 让人瞬间认识到便携式播放器的魅力 乔帮主明白iPod的核心价值 也就是作为他神奇的啊哈时刻 就在于能够将音乐随时随地的带在身上 作者还举了一个Tickle的案例 Tickle是一个照片分享的社交平台 产品刚刚推出的时候 将自己在主页的功能描述为 在线存储你的照片 市场的反馈特别冷淡 跟预期效果有着一定的差别 Tickle的创始人克里尔 在分析原因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假设 是不是用户觉得 一个存储的工具 并没有向别人分享的价值呢 于是他和团队把广告语改为了 在线分享你的照片 刚才是在线存储你的照片 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改动 从存储变为分享 让他们在六个月增长了 五千三百万用户 有的时候 获克就是需要找到一个 很简单的变量 做一个非常微小的改动 就会有神奇的收获 在获克环节 还有一个方法很重要 设计一个病毒循环 病毒循环就是通过一个激励手段 让已有的用户去分享你的产品 以此实现指数裂变式增长 就像肖温用额外的免费空间 激发dropbox用户与分享 不仅如此 你还要把病毒循环的激励方式 和产品的用户价值相互连接 比如Uber的用户可以通过分享 领取打车券 比如点外卖的同学 通过分享红包 为自己和朋友省钱等等 当然 积累用户数量不是目的 把他们激活成活跃用户 才是王道 这就是第二步 激活 肖恩告诉我们 提高激活率的核心在于 让新用户更快地体验到 啊哈时刻 新用户能够更快 更强烈地感受到 产品的不可或缺 他们就更容易忠于产品 所以想要激活 第一步 我们要绘制一张 让用户到达 啊哈时刻的路线图 比如网购产品的路线图 可能包含下载 找到所需商品 放入购物车 创建账号登录 绑定支付信息等等 看似的简单的网购 中间是要经历许多步骤 用户在任何环节 都有可能放弃 肖恩将所有可能遇到的障碍物 统称为摩擦 他说 开发者很难自己感受到这些摩擦 如果不让设计师看到 用户苛苛叛叛的使用产品时 永远不会知道 自己的产品为何产生厌烦 增长黑客方法的原则 就是不要主观地去想象 客户流失的原因 而是要通过数据去观察 究竟障碍出在哪儿 但是 如何直观地发现摩擦数据呢 肖恩提出了创造流失漏斗报告 报告当中包含下载 注册 激活 付费等各个环节的用户比例 既显示了每个环节流失用户的数量 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究竟是哪一个步骤 哪个环节用户开始离开 这样 增长团队就根据这一个环节出现的摩擦 去优化用户体验 比如 问题出在注册环节 就可以考虑用一键登录代替 现在很多APP都能够通过微信 或者是微博账号关联登录 还有一个方法呢 是让用户更为直接 更早地体验阿哈时刻 比如很多电影或者是小说 会让读者先试看一段 然后再让你付费继续看剩下的 这种先让用户体验产品的阿哈时刻的办法 让用户提前成为粉丝 翻转了流失漏斗中的一些关键节点 从而 消除了摩擦带来的厌烦情绪 同时 萧恩还提到 摩擦不单是消极的 也有一部分是积极摩擦 比如 完善个人信息 有些用户会觉得麻烦 但是我们要让用户了解 完善个人信息是为了 能够精准推送 更好的体验产品 当我们把新用户变成粉丝之后 就要考虑如何留住他们了 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曾经说过 商业的目的在于创造和留住顾客 对于产品来说 留存率价值巨大 有一项研究表明 用户留存率每提高5个百分点 利润就会提高25至95个百分点 正因为如此 许多产品都会想办法留住用户 比如 有的时候你会收到一封邮件 或者一条信息 说 有朋友查看了你的动态 点了赞 有人送了你一个优惠券等等 这就是APP的运营者正在试图唤醒你重新使用 留住用户有什么系统的操作方法呢 肖恩把留存用户分为三个阶段 分别为初期留存 中期留存和长期留存 首先是初期阶段 这个阶段非常关键 因为这将决定用户使用一两次就放弃 还是长期使用 初期留存的关键是 尽可能优化用户体验 要尽可能的去关注新用户 在哪个环节遇到了摩擦 马上去消除摩擦 引导更多的用户继续走向阿哈时刻 到了客户留存中期 重点就要放在 让用户逐渐从产品或服务中获得满足感 让使用产品成为他们的一种习惯 这一点 亚马逊的Prime会员计划就做得非常好 他们的会员价格只需要99美元 成为会员之后就能够得到两个诱人的回报 第一 两天之内送达 第二 免费配送 很多分析人士在Prime会员刚推出的时候 嘲笑这个计划会失败 他们的理由是免费配送成本太高 亚马逊可能会很难以为继 但是 这些人很快就被证明是错的 用户注册了会员之后 每次在亚马逊上购物 都会在体会免费配送 以及快速到达带来的满足感 他们不断地给自己暗示 证明当初花99美元注册会员是明智的 而这也是一种心理回报 在介绍亚马逊的畅销书《一网打尽》中 作者评价说 收取的99美元绝不仅仅是订购费 真正的意义在于改变人们的心理 让他们不去别的地方购物 当会员产生依赖 只要想买东西 就会不由自主地打开亚马逊 人们体会到的价值感越大 越容易形成用户的长期留存 结果呢 也是这项预计要两年时间 才能够收支平衡的计划 仅仅用了三个月 就实现了收支平衡 当用户进入了长期留存阶段 其实已经成为了忠实用户 这个时候 要做到的就是给这些老用户 不断地带去更大的价值 比如通过更新来完善产品的性能 当然更新节奏非常重要 他们发现那些优秀的产品 都有自己的更新节奏 每一次的变化 都是逐步提升用户价值 最后一个实战环节呢 是变现 变现的本质呢 就是如何提高产品收益 和前面讲到的实践方法一样 想要变现 第一步还是要分析 能够收集到的数据 并且绘制出从货客到留存 整个过程所有的盈利机会 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一样 有一个符合自己产品特性的变现漏斗 这个漏斗的作用呢 就是帮助团队看到哪些环节 给企业带来的收益最高 肖恩爱丽丝特别强调一点 要关注不同用户群体的消费特点 找出每个群体的付费动力 并用快速试验去验证 比如电商企业发现 他们的新用户注册之后 99天内只购物一次的用户 在接下来的12月里消费额达到500美元的比例是55% 而90天内购买两次的用户比例是95% 所以通过他们的推论 增长团队只需要在90天内 让用户购买两次 就可以大大提升收益 于是他们通过赠送一些免费配送券 和大折扣的优惠券 不断的引导用户在90天内完成二次购物 好 到这里本书的主要内容就解读完了 简单的来回顾一下 第一部分讲了增长黑客方法的四个关键要素 首先要有一个专门的增长团队 包含增长各个环节的专业人才 且直接向高层汇报 然后要保证你的产品是一个好的产品 检测的标准就是产品的不可或缺性在哪里 用户能否体会到产品的啊哈时刻 接下来要确定增长团队的北极星指标 明确一个增长策略 最后就是快节奏的实验不断的让这个体系跑起来 在第二个部分我们讲了产品实践中 获客 激活 留存 变现等各个环节的一些经验方法 本书的最后作者说 驱动增长的工作永远处于进行时 确实 在如今的竞争之下 就算你有好的资源 有大量的知识储备 但是你想实现增长 还需要一些运气和足够的努力 何况还要实现持续的增长呢 书中把增长团队比喻成鲨鱼 必须一直游动才能存活 一旦停下来就离死亡不远了 正如作者所说 企业不增长 就是在衰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